传道书第一章 万事虚空 以下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大魏之子 传道者的话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人在日光之下的一切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大地却永远长存 太阳升起 太阳落下 匆忙回到升起之地 风吹向南 又转向北 循环不息 周而复始 江河涌流入海 海却不会满意 江河从何处流出 又返回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数说不尽 眼看 看不报 耳听 听不够 以往发生的事 将来还会发生 先前做过的事 将来也必再做 日光之下 根本没有新事 人可以指着那件事说 看啊 这是新事 所谓的新事 在我们以前 早就有了 过去的事 无人记得 将来的事 后人也不记得 智慧之虚空 我纯道者 曾在耶路撒冷 做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 去研究 探索 天下各样的事 发现 上帝给世人的 是极重的苦工 我观察一切 日光之下 所做的事 看啊 都是虚空 好像捕风 弯曲的 不能变质 缺少的 无法不足 我心里下 我获得极大的智慧 远超过以前 统治耶路撒冷的人 我拥有丰富的 智慧和知识 我要专心查明 智慧和知识 狂妄和愚昧 去发现 这也是捕风 因为 智慧越高 愁烦越多 知识越多 痛苦越深 传道书 第二章 我心里想 来吧 不如尽情享乐 好好享受 哎 结果 这也是虚空 我说 欢笑 只不过是一阵狂妄 享乐 又有什么用 于是我决意 用酒 使自己快乐 在体验愚昧的同时 仍然保持理智 直到我明白 在短暂的人生岁月中 做何事才有意 我大动工厂 为自己兴建 亭台楼阁 栽种葡萄园 开开花圃圆柚 种植各种果树 开凿池塘 浇灌茂林 我买了菩币 又有生在家中的菩币 拥有的牛羊 远超过有史以来 耶路撒冷的任何人 我为自己极具金银 搜罗猎王和个声的 奇珍异宝 得到男女歌忧 及许多妃品 都是世人所向往的 这样 我便才是日僧 享于圣明 超过耶路撒冷 利来所有的人 然而 我仍然保持智慧 凡我眼睛爱看的 心里渴慕的 我都随心所欲 尽情享受 我的心 从劳碌中得到欢乐 这是我劳碌所得的回报 然而 当我悔顾双手 心情轻盈的一切成就时 爱 去发现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日光之下的一切 都毫无益处 于是我转念 思考什么是智慧 狂妄和愚昧 其实 以后接替君王的人 除了重演历史之外 还能做什么呢 我领悟到 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者高瞻原主 愚人却在黑暗中摸索 但我知道 梁者 终必要同样的命运 于是我想 既然愚人的命运 也将是我的命运 我有智慧 又怎么样的 我只能说 这也是虚空 因为 智者和愚人一样 不过被人记得一时 日后 都会被遗忘 梁者都难逃死亡 所以 我赠物生命 因为 在日光之下 所做的一切 都令我愁烦 这一切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我赠物自己 在日光之下 劳碌得来的一切 因为 这些 必留给后人 谁知道 那人是智者 还是愚人呢 然而 他却要接管 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 辛勤经营的产业 这也是虚空 因此 我对自己 在日光之下一切的 劳碌 感到绝望 一个人 用智慧 知识和技能 所得来的一切 却要留给 不劳而获的人 享用 这也是虚空 是极大的不幸 世人在日光之下 劳心劳力 究竟得到什么呢 他们一生 充满痛苦 劳碌中 尽是愁烦 即使夜间 心里也不安宁 这也是虚空 对人而言 没有什么 比吃喝 并享受 劳碌之乐更好 我看 这也是 出自上帝的手 离了上帝 谁还能 吃喝享受呢 上帝把智慧 指使和喜乐 赐给他喜悦的人 却让罪人 忙于积攒财富 然后 把他们的财富 赐给他喜悦的人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传道书 第三章 万物有时 天下万物都有定期 凡事都有定时 出生有时 死亡有时 耕种有时 拔出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泣有时 欢笑有时 哀伤有时 雀跃有时 刨石有时 堆石有时 拥抱有时 避开有时 寻找有时 避失有时 避失有时 保存有时 丢弃有时 丢弃有时 撕裂有时 缝合有时 沉默有时 发言有时 爱慕有时 爱慕有时 赠物有时 赠战有时 争战有时 和好有时 那么 人劳碌做工 有什么益处呢 我察觉 上帝给世人重担 使他们忙碌不休 他使万事 各按其时 变得美好 又把永恒的意识 放在人心里 人却不能侧透 上帝从事之中的作为 我认识到 人生在世 没有什么 比欢乐 享受更好 人人都该吃喝 享受自己 劳苦的成果 这是上帝的恩赐 我知道 上帝所做的 都会存到永远 谁也不能增减 他这样安排 是叫人敬畏他 现在的事 并不是心事 未来的事 也早已发生过 上帝使过去的事 再次出现 世间的不公 我有看到 日光之下 即使在公道和正义之地 也有邪恶 我心里想 不论义人或恶人 上帝必审判 因为万事万物 都有受审之时 我又想 至于世人 上帝试验他们 是要他们 知道自己与兽类无异 因为 人和兽的际遇 并无分别 两者都难逃一死 活着 都靠一口气 人 并不比兽强 一切都是虚空 两者都同归一处 出于尘土 也归于尘土 谁知道 人的气息 会向上升 瘦的气息 会降到地下呢 因此 我觉得没有什么 比人享受工作之乐 更好 因为 这是人当得的 人死后 谁能使他 看到世间的事呢 传道书 第四章 于是 我又观察 日光之下的一切 欺压之事 我看见 受欺压的泪流满面 无人安慰 因为 欺压者 有权有势 所以 无人安慰他们 我为那 疑似的人庆幸 因为 他们比活着的人 幸福 不过 比以上两种人 更幸运的 是那 从未出生的人 他们从未见过 日光之下 各样的恶行 我有看见 人的一切劳碌和成就 原是出于 争强好胜 这也是虚空 如同捕风 愚人游手好闲 最后只能饿死 拥有不多 心里安宁 胜过拥有很多 仍劳碌捕风 我有看见 日光之下一件虚空的事 有一个人 孤孤单单 没有儿子 也没有兄弟 却终身劳碌 他虽然嫁到风雨 仍不满足 从未想过 我不停地劳碌 放弃一切享受 究竟是为了谁 这也是虚空 是一种悲哀 两个人 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 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成果 一人跌倒 总有同伴相扶 但孤身一人 跌倒了 无人相扶的 真悲惨 还有 二人同睡 会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遭遇攻击 一人独自 不能抵打 二人并肩 就能对付 三股拧成的绳子 不容易断 贫穷 但有智慧的青年 胜过年老 愚昧 不再纳贱的君王 虽然这青年 在本国出身贫寒 却能从囚犯 成为君王 我看见 所有日光之下的人 都起来拥护这位 代替老君王的青年 拥护他的人 不计其数 以后的世代 却对他不满 这也是虚空 如同捕蜂 传道书第五章 敬畏上帝 你进入上帝的殿时 要小心谨慎 金钱倾听 胜过愚人献祭 因为 他们不知道 自己是在作恶 在上帝面前 不要冒失开口 不可急于发言 因为他在天上 你在地上 所以 你要少言寡语 事物繁杂 夜里多梦 多言多语 显出愚昧 你向上帝取愿 不可迟迟不还 因为 他不喜欢这样的愚人 要还所许的愿 与其许了愿不还 倒不如不许 不要在言语上犯罪 也不要在祭司面前说 许错了愿 为什么 用言语 惹上帝发怒 一直 他摧毁你手中的工作呢 多梦多言 都是虚空 你只要 敬畏上帝 财富虚空 若你在某地 看见穷人受欺压 公平正义被扭曲 不要震惊 因为 官上有官 在众官之上 还有更高的官 况且 地的出产 滋养万物 就是君王 也需要从田地 得到供应 贪爱钱财的 金银不能使他满足 贪图富裕的 再多的利益 也不能叫他称心 这也是虚空 财富增加 消费的人也增加 这对财富的主人 有什么益处呢 只是 过眼阴云罢了 劳力的人 不管吃多吃少 总是睡得香甜 夫人的万贯家财 却害得他 不能成年 我看到 日光之下 有一件可悲的事 有人积攒财宝 反而害了自己 经营不善 便财富信师 什么 也不能留给儿子 人怎样 从母妇空空而来 也比照样 空空而去 劳碌一生 什么也不能带走 这是多么可悲啊 人怎样来 也要怎样去 为封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他一生活在黑暗中 他一生活在黑暗中 饱受烦恼 病痛和愤怒的困扰 我认为 人生最美最善的是 在上帝所赐的短暂岁月中 尽情吃喝 享受自己在日光之下 劳苦得来的成果 因为这是人当得的 上帝不单给人财富 也叫他能吃能喝 享用自己所当得的 并在劳碌中得到快乐 这都是上帝的恩赐 他不用担忧自己寿命的长短 因为上帝使他心里充满喜乐 传道书第六章 我看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可悲的事 重重地压在人身上 上帝赐给人财富和尊荣 叫他拥有所渴望的一切 却使他无法享用 倒让别人享用 这是虚空 是极大的悲哀 人若有一百个儿子 并且长寿 但心中却从未得到满足 死后又不得安葬 哎 这样的人还不如流产的胎儿 这胎儿在虚空中来 在黑暗中去 名字隐摸在黑暗中 没有见过天日 一无所知 然而 这胎儿比那人更想安息 就算那人活了千年 又活千年 却不能享受福乐 又如何呢 使人最终岂不都同归一处嘛 人人被口腹老碌 却永不满足 那么 智者比愚人有什么优势呢 贫穷人 即使懂得如何处事 又有什么益处呢 满足于眼前所有的 胜过心中贪想的 这也是虚空 如同捕风 一切存在的事物 都已有了名字 人的本质 也被湿透了 人无法 与比他更强的较量 其实 话越多 越虚空 这对人 又有什么益处 人生短暂虚空 如影非事 有谁知道 什么对人有益 谁能告诉人 死后 月光之下 会发生什么事 传道书第七章 美好的名声 胜过珍贵的膏油 人死之日 胜过出生之时 探望丧家 胜过参加宴席 因为死亡 是每个人的结局 活着的人 要把这事铭记在心 爱上胜过欢笑 因为爱上磨炼人的心灵 智者的心思考生死大事 愚人的心耻孤作乐 听智者的责备 胜过听愚人的颂歌 愚人的笑声 像锅底下 少荆棘的琵琶声 这也是虚空 欺压 使智者变愚昧 贿赂败坏人心 事情的结局 胜过事情的开端 恒久忍耐 胜过心骄气傲 不要轻易发怒 因为愚人心怀怒气 不要问 为什么过去比现在好 因为这样问不明智 智慧如同产业一样美好 有益于得见日光的世人 智慧如同金钱 是一种宝炸 能保全智者的生命 这就是知识的好处 你应当思想上帝的座位 因为上帝弄完的 谁能使他变职呢 顺境时要快乐 逆境时要思想 两者都是上帝的安排 好叫人不能欲知将来 在我虚空的一生中 我见过义人行义 反而灭亡 恶人行恶 却想长寿 为人 不要过分正直 也不要过于聪明 何必自取毁灭呢 不要过分邪恶 也不要做愚人 何必时候未到就死呢 最好是持守这个教训 也不放松那个教训 因为敬畏上帝的人 必避免两个极端 智慧是一个智者 比城里十个官长 更有能力 诚然在地上 无法找到一个 一生行善 从未犯罪的一人 你不要斤斤计较 别人所说的每一句话 免得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 因为你心里知道 自己也曾多次咒诅别人 我用智慧 试验过这一切 我说 我要做智者 谁知智慧却离我甚远 智慧如此遥不可及 深不可测 谁能找得到呢 我用心去认识 探究 追寻智慧和事物的原味 并去认识邪恶带来的愚昧 和无知带来的狂暴 我发现 有的妇人比死亡更可怕 他是个陷阱 心如网罗 手向锁链 敬畏上帝的人避开他 罪人却被他俘虏 传道者说 看啊 我世事反复探索 要查明万事之理 却没有寻获 但我发现 在一千个男子中 还可以找到一位正直人 在众女子中 却未找到一位 我只发现一件事 上帝造的人 本来正直 人 却找出各种轨迹 传道书 第八章 谁想有智慧的人呢 谁知道事情的原委呢 智慧能使人荣光焕发 使冷酷的面孔柔和 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 因为你曾在上帝面前 这样发誓 不要在王面前鲁莽行事 也不要参与恶行 因为王可以随意行事 况且王的命令至高无上 谁敢质问他呢 遵从王命的 避免遭祸患 因为智慧心里懂得 做事的时机和方法 尽管人面临重重困难 但做任何事 都有时机和方法 无人知道未来的事 谁能告诉人将来的事呢 无人能掌管生命 留住生命 也无人能掌管死期 无人能面与这场征战 邪恶也救不了作恶者 这一切我都见过了 我用心思考 日光之下的一切是 有时人欺压人 伤害人 我看见恶人生前 出入圣所 死后安葬 还在他们作恶的城中 受到称赞 这也是虚空 对犯罪者的刑罚 不迅速执行 使人便尽情作恶 虽然罪人作恶多端 仍得长寿 我却认为敬畏上帝的人 必恒通 然而 恶人得不到祝福 他们必像幻影一样 不能长久 因为他们不敬畏上帝 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 就是 以人遭受了恶人当受的报应 恶人却享受了 以人该想的福乐 我认为 这也是虚空 因此 我便赞赏享乐 因为 在日光之下 没有什么 比吃喝快乐更好 这是人在上帝所赐的年日里 从劳碌中 当得的享受 我全心去寻求智慧 观察世上所发生的事 甚至 昼夜不眠 思想上帝所做的一切 便知道 人无法理解 日光之下 所发生的事 尽管 人努力不懈地去寻找 也不能明白 即使智者 自以为明白 他其实 仍不能参透 传道书 第九章 我仔细思想 探究这件事 就知道 以人 智者 其他们的行事为人 都由上帝掌管 人无法知道 前面等待自己的是爱 还是恨 义人和恶人 好人和坏人 洁净的和污秽的 献祭的和不献祭的 行善的和犯罪的 敢于启示的 和不敢启示的人 最终的命运都一样 在日光之下 有一件可悲的事 就是 人最终的命运都一样 在这 人内心都充满邪恶 活着的时候 形式狂妄 最后 都步入死亡 有生命 就有希望 一只活狗 总比一头死狮子强 因为活着的人 还知道自己 终有一死 但死了的人 什么都不知道 再也得不到 任何赏赐 他们被忘得 一干二净 他们的爱 恨 和嫉妒 早已不复存在 他们再也无法参与 日光之下的事 去欢欢喜喜 快快乐乐地吃喝吧 因为上帝 已经预纳你所做的 你的衣服 要经常保持洁白 头上 也不要缺少膏油 在你虚空的人生中 就是在上帝所赐 日光之下虚空的岁月里 你要与爱妻 快乐度日 因为 这是你一生 在日光之下的牢碌中 所当得的 凡你的手能做的 都要尽力去做 因为 在你要去的阴间 没有工作 没有计划 也没有知识和智慧 我又发现 日光之下 跑得快的 未必能得奖 强大的 未必能得胜 智者 未必得温饱 聪明人 未必有财富 补学者 未必受爱戴 因为时机和境遇 左右众人 在这 人无法知道 何时大难临头 火焕突然临到时 人根本无法摆脱 就像鱼 落入险恶的网中 又像鸟儿 陷入网罗 我看见 日光之下 有一种智慧 对我来说 一意深远 有一个势力强大的君王 来攻击一个 人口不多的小城 他建造银垒 围困这城 这城里 有一个贫穷的智者 他用智慧 拯救了这城 但是后 人们却把它遗忘了 我认为 智慧胜过武力 然而 那位穷人的智慧 却被轻视 他所说的话 也无人理会 智者的信誉 胜过官长 在愚人中的喊叫 智慧胜过兵器 但一个罪人 却能破坏许多善事 传道书 第十章 死苍蝇 会使芬芳的高油发臭 同样 一点点愚昧 足以毁掉 智慧和尊荣 智者的心 引导他走正路 愚人的心 带领他入歧途 愚人走路时 也无知 并向众人 显出他的愚昧 如果当权的人 向你大发雷霆 不要因此 就离开岗位 因为 平心尽弃 能避免大错 我发现 日光之下 有一件可悲的事 似乎是 掌权者所犯的错误 愚人身居许多高位 富人 却居居在下 我曾看见 奴仆骑在马上 王子 却像奴仆一样步行 挖掘陷阱的 自己 比掉在其中 拆围墙的 必被蛇咬 开凿石头的 必被砸伤 披木头的 必有危险 斧头盾了 若不磨砺 用起来 必多费力气 但智慧 能助人成功 弄蛇人 行法术之前 若先被蛇咬 行法术 还有什么用呢 智者口出恩言 愚人的话 毁灭自己 愚人开口 是愚昧 闭口 是邪恶狂妄 愚人高担扩论 其实 无人知道 将来的是 人死后 谁能告诉他 事件的事呢 愚人因劳碌 而筋疲力尽 连进城的路 也认不出来 一国之君 若年又无知 他的臣载 从早到晚 只顾艳乐 那国就有祸了 一国之君 若英明尊贵 他的臣载 为了强身健体 而极致饮食 不须酒艳乐 那国就有福了 屋顶 因人懒惰而坍塌 房间 因人游手好闲而漏语 宴席带来欢笑 酒使人开怀 钱使人万事横通 不可咒诅君王 连这样的意念 都不可有 不可咒诅富豪 甚至在卧室里也不可 因为天空的飞鸟 会通风报信 有翅膀的 会把事情四处传开 传道书 第十一章 当慷慨施舍 因为日后必有收获 当把你的资财 分给多人 因为你不知道日后 会有什么灾难 临到尸上 云中满了水 就会下雨 树不论倒向南 或倒向北 倒在哪里 就躺在哪里 你若等待完美的天气 必无法撒种 无法收割 正如你不知道 风的路线 不知道 骨骼在木台中 如何形成 你也无法了解 创造万物之上帝的作为 你要早晚不停地撒种 因为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 撒的种子 会发芽生长 或许 琐琐琐的 都会带来收获 光真美好 能够看见阳光真好 人一生 不论活多久 都要活得快乐 但不要忘记 死后 有许多黑暗的日子 将来的一切 都是虚空 年轻人啊 在年轻时 要快乐 要在青春岁月里 使自己的心昏差 心里想做什么 就去做 眼睛想看什么 就去看 然而 要切记 上帝必照你所行的一切 审判你 所以 你要抛开心中的烦恼 和肉体的痛苦 因为 青春年华 转瞬其事 传道书 第十二章 年轻时 要记住你的创造主 不要等到衰老的岁月来临时 才挨探 我的日子 毫无乐趣 那时 太阳 月亮 星星 都暗淡无光 雨后 乌云再现 守卫家园的 收脚颤导 强壮的身躯 变得 弯腰驼背 牙齿稀少 无法拒绝 视力衰退 看不清楚 耳朵发背 听不到 推磨声 小鸟一叫 人就起来 歌声沙哑 不再美妙 惧怕高处 走路 战战兢兢 头发 摆如银杏 经历枯竭 欲望 当然无存 人 都走向 永远的归宿 吊丧的人 往来于击杀 淫炼断裂 今晚摔坏 全旁的瓶子破碎 紧口的轮子 朽烂 那时 尘土 必归于尘土 灵 也要归回 次灵的上帝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一切都是虚空 传道者 不但有智慧 还把知识 传授给众人 他经过细心推敲 和研究之后 编写了许多 近视的真言 传道者 费尽心思 寻找金玉良言 所写的 都是正直 诚实的道理 智者的言语 好像赶牛的刺棍 他们收集的真言 像钉纹的钉子 一样牢靠 都是以为牧者 所赐的 我亲爱的儿子 还有一件事 你要听我的忠告 书书多 没有穷尽 赌书多 身体疲劳 以上所说的 总而言之 就是要敬畏上帝 遵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的本分 因为人一切的行为 无论善恶 包括一切隐秘时 上帝都必审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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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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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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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